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在羊肢化的时候 只在乎它的品香是否好羊肢 而不在乎它是否适合羊肢在室内 有些话还有一定的毒素 它会维及日的健康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下来三种话 如果加重羊肢的话 赶紧把它远离、客群、摩食 白放在羊肢和通风良好的地方去养殖 光棍树是一个比较好羊肢的盆栽 只要给它同度的光照 土壤比较寂寞 它也生长得良好 可是它的质也含有大量的毒素 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家中有小孩的 要远离它精心养殖 最好把它放在羊肢上去养殖 胡子妹是比较好养殖的 养殖好了 它营严不断开花 平常我们给它同度的光照 脚水脏瓦 简感见识 硬感无实 脱上要求 疏从透气 千万不能脚打水 每月一刀二刺 符合剂就可以了 它的静感 确实是刺 背心还有一定的毒素 我们一不小心 把它换化的话 它的鹿子 会伤到人的皮肤 造成皮肤管门 我们家中有小孩的 要精神养殖 最好放在羊肢去养殖 银水管门的皮肤特别吸引 而且用来装饰家具 也别无一番风味 尤其是它在羊肢过程中 经常在羊肢上出现水畜 云图而较命 银水管门的羊肢 比较的土坊 它怕强化 平常我们羊肢的时候 放在微弱的光线下 它就能生长得很好 银水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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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心还有一定的毒素 我们平常在羊肢的时候 尽量不把它羊肢在室里 欢迎 以上这几种话 背心还有一定的毒素 但并不是不能羊肢 我们家中有小孩的 要精神羊肢 把它放在小孩触摸不到的地方 放在羊肢羊肢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